哈囉大家好 今天的會員影片呢 想要呈現的是影片版的 企劃真心話 然後今天的主題呢 是要來討論疫苗爭議這一集的留言 所以我們就請來了這一集的企劃關節 還有長期在我們頻道裡面幫忙寫 議題相關影片的雨萱 來跟我們一起聊這一集 就請你們先跟觀眾打個招呼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企劃關節 我是寫這一次的疫苗採購影片 跟後來那個國產疫苗採購的企劃 哈囉大家好 我是企劃雨萱 然後寫了很多很多的追企令 那最後就要來到大家最這一集 或者是長久以來對我們的影片都有一個提問 就是大家都認為說 我們明明就有設定提問的環節 那為什麼我們卻都不對大家的回答做統計 我們到底是在幹嘛 大家就覺得你們問問題只是隨便問的嗎 只是騙我們來留言嗎 不過呢 為了要回應觀眾們 很希望我們統計的期待 所以我就有在這一集很不專業的 很簡單的就是做了一下蒐集 這一集的留言數其實總共有6000多筆 然後我真的不可能每一筆都記 所以我就只看最熱門的前一千筆 也已經夠多了 然後在這一千筆裡面呢 大概有100個是有很明確的說出我選A 或者是它有排序ABCD 就是它有把選項寫出來的 所以我把這100個抓出來 然後在這100個裡面 其實最多人選的其實是D選項 那就是其他 然後他們大部分的人說的原因就是 小孩子才做選擇我上面三個都要這一種的 然後再來還有一些是說 喔我上面三個都不想要 我想要的是國產疫苗 然後還有一些人是說 他想要跟已經有疫苗的國家買 或者是請其他已經有疫苗的國家捐給我們 這些是最多人選D的原因 然後占最大宗的是前三個選項我都要的 那針對這樣子的留言趨勢 你們是有預期到的嗎 我自己算有預期到 大部分的人在疫情的緊張焦慮的狀況下 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越快讓我安全越好 所以我覺得可以想像大家是以速度最快 或是最快到貨為最優先的考量 我這邊也覺得其實是蠻可以理解的 但我的想法反而是有點像 我們在影片裡面已經達成了這個效果 就是我們在前面提出這三個選項 但我們其實都告訴你說 這三個選項都有問題 然後都有困難 那在我覺得很人之常情就是 那我聽到這三個都有困難 我就會想要去找第四條路 或是三個困難我都會全部都要 這樣他們就可以互相抵銷 但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在提出這種 我全都要的時候 我們其實應該也要想想說 那你提的第四個選項 他是不是也有他的風險 他的困難會出現在哪裡 那我們一起來討論的時候 他的效率可能會更好一點 嗯 我在統計的時候 其實在這些數據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說 我會選什麼之外 他還會說 我特別想要選哪一個 然後在這些選項裡面 最多人回應的就是 會有人說 我就是想要選C跟上海復興買 因為最快 這個時候政治問題都不重要 人命最重要 但也有另外一派的人是說 什麼選項都可以 我就只有不要跟上海復興買 就是只有C不選 統計了一下這100個留言裡面 有出現這兩種聲音的比例 大概是1比1 不是說5050啦 就是假設有100個留言 然後可能各有10個人 是很支持C選項跟很反對C選項的 那對於這樣子的結果 你們有什麼看法嗎